這裡跟大家報告這個文章 這個問題說實在 很早的時候 自己就跟我說過了 就是說要來討論這個 所以我就稍等準備 差不多10月了 還有這個社會局 因為製作有中國的朋友 所以我改用背心畫 那今天的報告呢 主要分成幾個部分 分成哪些部分呢 第一個 就是說二次大英結束 都講終戰 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灣恢復跟中國的政治連結 就是說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候 其實台灣跟中國本身政治連結 並不密切 可是呢從1945年之後呢 台灣就恢復跟中國的政治連結 這是今天要討論的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呢是戰爭責任的追究 站在台灣人的觀點 二次大戰的戰爭責任在哪裡 那麼台灣本身呢 又有怎樣的戰爭責任 第三個呢是捷律 請再下一步 那麼1945年呢 二次大戰結束 那麼原則上來講 台灣恢復跟中國的政府連結 產生了以下的幾件事情 第一 台灣開始介入中國內部不同政權的爭議 同時呢進一步變成細徵的標的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管我們喜不喜歡 高不高興 願不願意 都是一個具體的事實 而且一直延伸到今天 第二個台灣的國際法地位 跟主權的歸屬呢 跟誰代表中國這個議題呢 聯繫起來 在1895年到1945年呢 基本上誰代表中國 中國的政權誰屬 對台灣的國際法地位跟主權沒有關聯 可是呢 在1945年之後呢 這個就產生了聯繫 第三呢 台灣的內部發展呢 跟國共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 一直到今天 大家知道說台灣今天內部的發展呢 從195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到現在 甚至說所謂的民主化之後呢 不同的人當選總統 基本上都跟國共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 第四呢 台灣的對外關係呢 再度和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 以及他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互動 密切關聯起來 這個是二次大戰中戰對台灣 主要的四個方面的分析 那 戰充責任呢 這個叫簡單的回顧一下歷史 那1945年8月14號呢 日本遭了天皇發表中戰造出 接受國子坦公道 那麼日本就投降了 當時呢 盟軍泰迪洋總司令 麥克阿瑟呢 基本上呢 就發布了一般命定號 命定在台灣的日軍向蔣介石將軍投降 那基本上來講呢 中華民國也好 或者是蔣介石的代表也好 都被視為是盟軍的一部分 是盟軍的一部分 那麼那一年8月29日呢 蔣介石任命陳怡為台灣省行政長官 在重慶宣布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跟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並且命陳怡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總司令 那麼這些呢 都是屬於中華民國的內部行為 跟台灣的主權歸屬 是不是必然的屬於中華民國 到底沒有必然的關係 不過的確是做了這麼一些事情 10月5號呢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前進指揮所在這裡的成立 那這個前進指揮所成立的時候呢 相關的人員呢 一些備用的物資呢 都是由美國再來的 那麼接受人員前進指揮所的副主任呢 是范宋瑤 他在10月 還有這些其他的工作人員 在10月5號到24號呢 分別從上海跟重慶呢 飛到了台灣 那麼1945年呢 這個台灣地區的壽祥典禮 在台北工會堂 就是現在中山堂舉行 基本上來呢 陳怡呢 是作為盟軍的代表 代表的代表 就是蔣介石的代表 那麼蔣介石又是盟軍 中國戰區的一個代表 他是麥克拉瑟的代表 那麼典禮開始的時候 陳怡就宣布 等等等等 那麼基本上來講呢 台灣省的行政長官公署 就在1945年10月25號就開始運作 這也是後來所 這個公民政府所稱的 台灣光復節 就是在這一天 請下列 那麼那個典禮 就是這個壽祥典禮 這個對台灣的歷史來講 非常的重要 主要參加人員有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 包括了陳怡 葛敬恩 柯遠芬 黃曹琴 大家知道黃曹琴是誰嗎 黃曹琴先生呢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席部 就是張林征教授 大家有聽過嗎 這個黃曹琴先生是台灣 是屬於台籍的 然後劉彌街也是台籍的 然後李萬居也是台籍的 當然這些人都所謂的半山 為什麼這些人會作為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代表呢 因為從1943年之後 蔣東正呢 就在重慶呢 成立了一個委員會 準備在194日本戰敗之後 接收台灣 這是他已經在準備 因此呢 開始認定了一些 跟國民政府有聯繫的台灣人 也是所謂的半山 作為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那這個委員會的成員 基本上來講也蠻多的 除了這個李萬居劉彌街之外呢 他也會非常知名的人物 不過他當天沒有參加受降 這位知名的人物呢 叫做延正東 大家聽過嗎 延正東先生嗎 那麼重點是 這一個受降典禮 出現了台灣人代表 台灣人是以什麼身分參加 對日受降呢 是以戰勝國國民的身分 作為台灣的另外一代表 那麼當時呢 這些台灣人代表有誰呢 有林憲堂 陳怡 林茂生 杜聰明 羅萬驅 謝爽秋 黃世宏 跟黃白淵 他們是作為台灣人的代表 接受日軍的脫協 所以呢 台灣當時自居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是戰勝國 為什麼是戰勝國 因為當時認為說台灣是回歸中華民 後來法律跟國際法如何判斷 但台灣人當時的主觀意念 的確是這樣 那麼日軍的代表呢 安恒立即 是台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官 檢山春樹呢 是他的參謀長 鍾澤佑呢 是台灣的入日海軍的最高司令官 日本海軍最高司令官 當時他軍階是中將 請下一頁 那麼呢 這個當時的這個台灣呢 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呢 不可惠人的 就是當時的台灣精英 絕大多數呢 是歡天喜地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 但是後來呢 這些歡天喜地的人 有沒有遭到國民政府 比較善良的對待呢 這個在二二八事件 我想剛才那幾位人士的命運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那麼10月11的雙十節 是台灣光復了最後的國際 吳興榮先生的回憶錄 在之於《百年追求》這本書的第一冊 第220頁 當時呢 大家都很高興地 就是說 像南京搖擺 好還中華民國萬歲 這是當時台灣精英的選擇 也就是說呢 在二三結束的時候 其實在整個亞洲 基本的風向 也就是基本的潮流是 民族自決追求獨立 但是就是有兩個地方 在玻璃的日軍佔領之後 是追求合併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香港 這個是事實 請下一頁 之後發生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 1945年之後 台灣就被國民政府所統治 當然在國際法上 在對入合約簽訂之前 理論上來講 台灣的主權歸屬 還沒有歸屬給中華民國 不過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各國基本上 對於中華民國領有台灣的事實 原則上來講 並沒有積極的挑戰 那麼到了1949年 大家都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大陸成立了之後 立刻就出現了 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立刻出現中國代表權的問題 那麼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是什麼 也就是說 到底誰代表中國 誰代表中國首先在國際上 所需要面對的問題 就是對日合約的簽訂問題 那麼對日合約簽訂的時候 當時所有對日作戰的國家都參加 只有到底是哪一個中國政府 參加對日合約的簽訂 當時形成了爭議 因為美國方面認為說 應該是中華民國 就是台北的政府 參加對日合約簽訂 可是蘇聯反對 蘇聯認為說 你現在這個所謂中華民國 所謂中國政府 只佔有中國千分之三的土地 如何能夠代表中國 所以這一點蘇聯就反對 但是另外一方面 美國方面認為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佔有中國百分之九九點九七的土地 基本上在日本投降的時候 並不是接受日本投降的那個中國政府 所以在國違法上 也不願意看到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中國的代表 然後向簽訂九九三合約 那麼最後的結果 是日本的代表 就是和田立跟他的水源 來到台北 跟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 簽訂了所謂的中日合約 這個在歷史課本上大家都是非常的親取 那麼這個簽完了之後 日本跟這個合約的概念是什麼 日本跟這個合約的概念就是說 基本上第一個 日本承認是戰敗的 基本上承認中華民國是戰勝的 那麼這個中華民國 到底它的領土範圍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是現在在台灣 許多人爭議的問題 那日本的態度呢 就我個人的看法來說 原則上來講呢 他在事實上呢 是承認中華民國領有台灣的 他在法律上不交代 但是呢 實際上他的行為上呢 他是承認說 中華民國是領有台灣的 放那個中日空運臨時協定 期待 aye 距離 會 昭博 對 48 我 tiers 絩 可以 忘記 出發 这个抬头是中日空运临时协定 是1955年3月15日在冬季签署 是中华民国跟日本签署的临时协定 这个时候在1955年 那么它的条文有英文跟日文版 也有中文版 那么它里面在讲什么东西呢 就是中华民国跟日本 针对两国的所用 就是空运业务来进行商谈 那这个空运业务就是这个条约 适用的范围 好 请往下 这个等等等等 它强调什么 东京与台北经由严国道冲绳的航线 是属于中日空运临时协定的这段话 台北在哪里 台北在哪里 东京在哪里 所以呢 日本政府说我跟你们所谓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适用的范围是哪里 是台湾 好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还有人在举张说 日本对台湾还有剩余的主权 还是日本政府的态度 基本上这个在国际法上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它现在所谓的中日空运条约 大家看看适用的范围是哪些 好 请再往下 东京与台北 好 盐国在哪里 好 也在日本 好 然后呢 经由冲绳的航线 然后呢 有没有包括中国大陆的地方 没有 好 还有香港西贡曼谷 好 其他序言的地点 换句话说呢 这个所谓中日空运 所谓的中国 适用的范围是什么地方 日本跟台湾 好 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那么 好 也就是说呢 日本当时锁定的概念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呢 好 现在来讲呢 无论如何台湾是被中华民国占据的 所以它现在跟中华民国之间 有任何条约所适用的范围 当然也谨限于台湾 好 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然后呢 好 这个基本上来讲 这个 后面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 那么 这样子来讲 它对中华民国人再提点 换袋 好 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日元贷款换围 它是在1965年4月26日签订的 好 这个是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日元贷款换围 就是呢 日本同意借给中华民国多少钱 第一例贷款 1965年540亿日元 540亿日元 这个贷款呢 基本上是一个优利贷款 优利贷款 请贷下业 它的年息呢 基本上来讲 请贷下业 先往下 它是干嘛的呢 它的用途是用来给台湾盖哪里 盖增文水库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增文水库 然后基本上增文水库 就是这笔钱主要日本提供资金给台湾盖中文水库 然后的年息是3.5% 这是非常优厚的代理 因为当时台湾一般民间的利率在15%以上 那么国际的利率也在10%以上 换句话说呢 540亿日元用联系3.5借给你 你就算拿去放利息都赚钱 大家知道吗 这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低利贷款 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18%这个名字 为什么会叫18% 因为当时一般利息都是10几% 所以18%就加一点给那些人 这样因为利息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大家听到18%下套 其实大国际的利率是蛮有提的 然后我打钱下一页 然后这个优惠的利息往上 它干嘛的呢 它给的是给台湾的 就是重建高雄港台北桥 然后台电的输电计划 台肥的肥料公司 台唐的生产设备 台湾电信局的设备 再回到最前面 这个条约是什么时候签订的呢 是1965年4月26号签订的 那么它给台湾提供了这个非常 就是日本对中华民国后的奖 对台湾提供了非常优惠的低利贷款 540亿日元 1965年的540亿日元是非常多钱 因为第一个对台湾来讲 首先540亿日元是具体的外汇 就是说你拿着540亿日元 你可以到日本去买东西 你也可以到香港那里 因为任何人收了日元 都可以到日本去买东西 所以这个日元贷款 第一个它是具体的金钱 第二个呢 它代表的是低利资助你的建设 第三个它给你的外汇是一种 第四个它对中华民国政府 本身就是一种支持 因为在1965年的6月22日 日本同时跟韩国 就是大韩国政府 签订了韩日基本条约 什么叫韩日基本条约 就是从1945年终战 1948年大韩国独立之后 一直到1965年 当时大韩国总统 就是现在韩国总统的爸爸 胡政熙跟日本签订了韩日基本条约 韩日基本条约的概念是什么 第一这个韩国承认 就是跟日本建立外交关系 第二这个韩日基本条约 实际上是韩日合约 也就是说大韩国是作为战胜国的身份 跟日本签订了这个条约 所以条约里面承诺说 对于二次大战的一切事情 基本上做总的条约义务 就是总的解决 那么日本同意说 在韩日基本条约制定的内容规定 给韩国三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两亿美元的低利贷款 这五亿美元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就是战争的配合 就是战争的配合 所以两亿的低利贷款 其实它的意义呢 两亿就当时的B值来讲 差不多也等于五百四十亿美元 所以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这五百四十亿美元的概念是什么 其实就是战争的 所以各位真的就不要再相信说什么 因为1955年的时候已经拿过一次八十亿美元 现在1965年又给人家拿一次 就是五百四十亿美元 那这个基本上来讲 其实就是战争的 只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 是用低利贷或者低利贷 不然日本也不是钱太多 他刚好丢钱给你 他刚好没事丢钱给你 这个就是后来日本对有些国家的ODA 其实是同样的概念 用比也是相同 所以换句话说 在日本政府的眼中 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好 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 是战胜国 因为如果是战败国 他干嘛赔一个战败国钱 他自己就战败国了 他自己就战败国 他赔战败国钱干嘛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回到PPT 所以简单地讲 今天我们谈中战七十年 战争的责任 如果台湾的政权或人民 以战胜国自居 就跟今年要举行的抗战七十周年 胜利活动那种概念一样 就代表说台湾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战胜大战的时候 中国是战胜国 这是事实 所以你现在如果承认说 我们对日本是战胜国 就代表你是什么 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战胜大战的时候 台湾无论如何不是国家 台湾是日本货真价实领土 所以你现在今天 所以无论如何你只要承认你进行战胜国 你就代表说你绝对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 如果台湾的政权或人民以战败国自居 就必须要共同和日本承担战胜的责任 因为站在台湾今天的角度 因为我们台湾常讲说高杀衣泳队 大家知道什么是高杀衣泳队吗 高杀衣泳队是什么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军属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高杀衣泳队是什么 军属 军属 原住民 原住民先讲是谁 高杀衣泳队是谁 原住民 原住民去当哪一国军 原住民去当哪一国军 原住民当日军去哪一国打仗 南军 南军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纪念高杀衣泳队的话 高杀衣泳队当然是哪一国军 日军 那么二次大战是哪一国先发动战争 是日本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以战败国资居的话 高杀衣泳队就是侵略军的一部分 这是无可会的事情 就是无可会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今天要战败国资居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共同和日本承担政策的责任 也就是说为台湾对日本的侵略行为 甚至台湾有需要道歉 日本为什么要去侵略别国 日本为什么要去进攻澳洲 日本为什么要去进攻清几黑亚 那这时候台湾人站在的角度是怎样 是站在支援日本的角度 比如说飞立宾 轰炸飞立宾的日本的飞机是从哪一起飞的 东港 台南 港山 大家知道吗 所以呢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二次大战 到底战胜国跟战败国 当然台湾目前来讲 甚至可以以国的角度来看 特别是以最终的大战 大家也可以讨论 叫做如果我们以战胜国自居 我们就等于承认中国无人 那么如果我们以战胜国自居 我们就必须要共同跟日本承担战责任 这是一个事实 好 请下一页 所以呢 简单的结论就是说 台湾对二次大战的理解 应该要包括什么 第一 对战争过程的探究 就是说二次大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头到尾是怎么打的 因为目前 这个 台湾海峡两岸的政府 对二次大战的这种战士 经常都是挑对自己政权统治有力的部分在强调 因此呢 对战争过程的探究 其实我觉得说 对台湾来讲是非常重要 第二呢 就是对侵略的前提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 不希望也要谴责就是 中国侵略台湾 或中国攻打台湾 或者是以武力解决论的纠纷 所以呢 如果在这种角度的话 我们也要用同等的标准 同样的道德观 去看日本不应该去用武力解决的问题 这样子大战争 这是第二个 所以对侵略的谴责 是二次大战整体的基本架构 我认为说这点是 一定要与否定 就是说 用武力就先共打别的国家 用武力就解决国际纠纷 把战争加注于其他人的国上 第三呢 就是说台湾主体 在战争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 台湾人也好 台湾的土地也好 这块土地呢 这块人民 在二次大战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这个的整理跟确立 我认为说是对二次大战也非常重要 那么第四呢 好再下一页 就是对二次大战结果 的探究 就是二次大战到底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对国际形势有什么影响 等等 我认为说 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那么这是我简单的就是说 就今天来讲 战胜国 战败国 还是二次大战的这个情况 因为 这个主持人跟我讲 只有三十分钟 所以 我可能详细的讲到二次大战的过程 只能就几个重要的问题点 提出来呢 跟大家一起讨论 好 等下报告就很谢谢 非常谢谢国陈 那我们先把问题先理解 以后等一下 大家比较详细的细节 如果想要知道 可以再问一下国陈 在发问的时候 还可以再问他 那我们现在就请余中 来跟我们做您的影响 谢谢 好 那那个既然好多神啊 第一个国陈在路 非常有本事 所以回应他 感觉压力非常大 所以说可能会被危视 好 但是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很荣幸 能够有这个机会 用我们这个 那个鱼品派的大师 张杂鱼先生 我们跟他来 跟我们对谈一下 那么我们既然是 他也既有准备包装 我们就从这个包装 我们就不要过来 好不好 因为国陈他在这个 他的报告里面 或他演讲里面 他是把它分成三个架构 架构 基本分成三个 第一个他就是说 是台湾和中文之间 政治的连结 那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看台湾和中文 政治连结 我们先看台湾和中文 一直就把它秀出来 好 在这个地方 当然那个张国成 他在提到就是说 在这个 基本上在战后 他们开始介入中国 内陆不同政权的争议 这个就国共的角度 这边来讲 这是当然是对的 但是如果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说 在战争的时候 在日本在战争的时候 在中国里面存在几个政权 有没有汪政权 然后满洲国是什么政权 当然满洲国不能算中国政权 也是满洲国算自己的一个政权 所以说有好几个政权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台湾人有没有人在满洲国 之前不是有一个故事说 台湾人在满洲国吗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没有人在汪政府里面工作 台湾人有啊 然后我们都知道 那个屏东 那个蓝敏他们家 对不对 蓝佳金 他是不是就在这个汪政权里面做事 被判汉奸嘛 对不对 台湾人被中国判的汉奸 为什么 因为他在这个 他们认为是伪汪政府里面做事 然后没有大喊满洲国去 那就先知道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刚才那个扎鱼先生 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要对整个二战的过程 要非常的了解 这的确是根本 它关键 那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说就整体的二战整个过程里面 1937年到1941年 那个是中国和日本 他们之间的战争 从1941年以后 开始变成太平洋战争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日本他用了什么 是要建立大东亚布隆圈 对不对 要驱逐西方殖民势力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开始怎么样呢 他还在建大东亚布隆圈的时候呢 开始大举的进行很多的一个布置 大东亚布隆圈里面 包括什么国家 除了说有四一年他占领的 他所夺取的 包括像马来 包括像菲律宾这些之外 当然还包括哪里 包括印度 印度 当然还包括这个满洲国啊 国王政府的那个国家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大东亚公权一部分 那么台湾人为什么会到那边去 因为台湾是日本一部分嘛 然后在战前的时候 就是因为在日本的那个统治之下 然后我们有的人 又到满洲国那边去 那很明显的例子 我的外祖父啊 他后来就在那个 沉压满铁的铁路院人群路过啊 这我就知道啊 那另外蓝家铁他们这个 屏東的蓝家 我想也不少台湾的人 如果说比较了解的话 也知道蓝家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嘛 对不对 那那个你到他屏東那边 那边的那个厨 这大厨的 你这个 如果说还没被没收 如果还留到现在的话 应该还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嘛 就变成说 实际上台湾 他在这个中国内部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的那个介入的 如果说我们讲 比那国共之外更早的话 实际上就在这里面 那这个也是造成怎么样 在战后啊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 存在各种不同的人 那这些人他的历史 在70年 1945年以后呢 然后特别1945年到1951年这段期间呢 被怎么样 被烟盖被洗掉 例如说 有光政府到台湾这边了 因为怎么样呢 日本就战败了嘛 或者日本快完蛋了 他赶快怎么样 他赶快想要离开中国 对不对 那先到台湾这个地方来 然后有的可能 以后要回到日本去 因为他会怕 他会被他们汉契在追杀嘛 那有的越来这里 那这些人的故事呢 刚刚在国民政府 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他敢讲 不敢讲 可是有没有呢 有我就看过 然后呢 那如果说是像满洲国这边 那也是 然后还包括怎么样呢 包括说除了说 中国 台湾在汪政府那边的 还包括中国 自己在汪政府那边也过来 但还中国在满洲国那边的官员 那边的地方也来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那边 其实还充满各种不同的故事 各种不同的流亡者 有国民政府 来到台湾流亡者 有在战前 汪政府那边 来到台湾流亡者 有满洲国的 当然还有我们自己 很多 我们自己在土地上 是我们流亡这些人 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现在再往下看 因为在这个 好 那个我们现在讲到 1945年8月14号 然后等到 7月24号 8月14 基本上我们讲说 中战是8月45号开始 然后咧 我们的这个 10月25号 是所谓的台湾光复节 就跟我们讲台湾光复节 因为怎么样是受降 但这两个月的时间 到底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日本投降了 战争结束了 台湾是谁在管的 日本人他在台湾当时 他有这个权威吗 那个时候不是有所谓的故事 是讲说怎么样 台湾这个地方秩序非常的好 是自己人在维持的 那这个能力是怎么做的 然后当时还怎么做 然后当时的那个 权威是怎么在管 是谁在喊话的 然后这个就介绍后面 刚才那个博生有提到 我看看下面一张 在下面 那个照片 主要参加人 对对对对 好下面一个 因为当然那个 张杂瑜是什么 台湾人民代表 因为台湾人民代表 因为他特别就问到 到底这些人 是做一个什么身份 他是作为战胜国 还是战败国 当然那个 如果是战败国的话 也很奇怪 他照败国应该去投降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战胜国受降 当然也有人有个解释 就是说 他们是作为国民政官 邀请过来 来官 来见证 那这个地方就无所谓 战胜或战败 这是另外一种证实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要看到 这些人 在台湾这些人 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机制 会被选出来 或者什么样的机制 可以到这个地方去 来观 不管是观察这个社会 还是说 那个 官礼还是见证 这是什么样出来 是谁在选 这个过程怎么出现 我觉得这个都要去追究 你知道吗 因为怎么样 到底如果说这些人 好 是国民政府 他可能 例如说 在台湾那边有一个前进基地 然后透过这些半山 原来在重庆那边的半山 然后他们的关系 然后把这些找过来 然后到那边 这就是四人的邀请 讲的一点 我举个例 就像说 WHA不是有所谓 台湾 现在在2008年以后 有办法 参加新科卫生大会 结果我们是做什么 做这个 宾客 对不对 是做这个 秘书长的个人客人 IHA 那个 I-Cale 也是这个样子 做秘书长个人客人 跑过去的 那并不是会员 所以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怎么产生 它为什么会进去 为什么是这些人 不是别人 而且 我要注意 在当时在台湾 日本时代的时候 已经有所谓自从议会选举 或者说 应该是那种 类选举的 但是他并没有 不具备这个 政府职能 像一个议会 那这些人跟那些议会 是什么关系 好 那例如说 亲日本的那些人 他们后来 他们在那时候在干嘛 你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这里面我们讲说 有利者 我们讲说日本有所 有利者和利者联盟 对不对 有利者联盟 那些照假 如果说是当时作为这个 已经是相对于 有这个选举的 不管是日本指定 还怎么样 还在当时相对有些 所谓政治正当性的这些人 为什么这些人 不是另外一些人 好 那为什么那些人 都不是在这里面 这些都是要去讨论的问题 这一表是怎么样 我们战后那段起见 从1945年以后 真的一团乱 而且现在很多历史 不太清楚 再看下面 好 战争哲理 这个继续 好 陆欣勇 好 再看 这边 我都 这边 就是那个 郭成兄讲的都对 没有错 如果说我们是以 那个台湾人民 是以战胜国次序的话 当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有人讲说 台湾那个 也可能是怎么样 但战胜国不仅是中国 也有美国 也有时候是英国 但是你不可能那时候 有台湾人 在那个地方说 他是美国或英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说 认为 承认是说 唯一部分的这个 逻辑上面 虽然不是必然 但是他的那个 寒阔性是比较高的 是这样讲 那如果说 战败的话 就不要跟日本奉承 承担责任 那这就先说 下面一个问题 好 可能都燕姐兄 他还蛮清楚 好 我现在问一下 进国神社有没有台湾人 有 有 那东京审判 台湾人有 有那个 我们知道有14个甲级战犯 那乙级战犯 乙级战犯 乙级战犯加乞多少人 一百七十战 反正有台湾人 对不对 是以前乙级战犯 那他们 他是做一个什么身份 为什么变成乙级或乙级战犯 他们如果说 作为被侵略的 那中国人民 不会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一定是参加日军 参加日军作战 然后做一些事情 会被视为是这个样子 那那些人他们被审判 他们被认定战犯 所以说台湾人 在那个时候 是认定战败国战胜国 战败国很明显嘛 对不对 就作为战败国的部分 这边还介绍下面一个问题 在这个进国神社里面 包括那个战犯里面 除了台湾人之外 还有韩国人 也有韩国人 好 那韩国人 他作为怎么样 也是这个 他如果说是做战犯 他是战胜国 战败国的部分 战败国 因为这边牵涉到 刚才国神社 1965年 韩日的基本条约 那韩日基本条约是怎么样 日本他在1951年 就练三合约 在520年就练三合约 生效之后 生效之后 然后呢 他和韩国 有一段时间没有邦交 到1965年 普正西时代的时候 他开始建立邦交了 所以说今年继续终战的70年 也是怎么样 日韩建交的60年 所以说对日本来讲 他会看待这两个东西 一起认出 但还包含五五体制的那个 日韩建交的应该是50年 那五五体制的60年 那七十年 六十五十 那刚才这个国神圈 我提到就是说 这个韩日的那个条约 是韩国是站在战胜国 那这点我是不了解 就是说那个条约 到底和内国是怎么样 我觉得可能 国神如果找到的话 他会给我们更清楚的一个解释 但是我这个地方就会问到 就是说如果是战胜国的话 那么你怎么去面对 那些被审判 是作为战犯的这些人 他到底是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可以讲说他做错事啊 我就不管他 但是不能这个样子啊 这些人做错事 跟他是不是你 那这里面的人 这是两回事嘛 我们这边有坏人 去那杀人放火 那我就想说 因为他杀人放火 就把他牵挖都做过台湾人 干嘛那你 人不能这样做嘛 对不对 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啊 这就会变得他们去思考 当然没有错 台湾 在那个时候是日本一部分 也有人会争论是说 台湾在当时啊 因为政权啊 他在那个地方决定 我们台湾人没有办法 来决定自己的未来 所以说 我们因为这个样子被迫 卷入 又被日本 大日本帝国 卷到这个战争里面 然后打我不想要的仗 这些解释 其实也都合理 可是呢 在那个战胜 战败国的归属上面 我们在当时的确就是战败国 这是没有化整 这是没有化整 我再看下面 没有 这边 对不起 这二次世界大家理解 战争过程清约的谴责 都OK 然后另外就是说 台湾主义在战争中 故事的整理确立 因为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战败国其实有赔偿的问题 然后国臣那个杂鱼兄 刚才提到就是说 因为他刚刚有提到就是1965年 对不对 那个是货币的这个贷款 对不对 是不是 他看来专心在看那个东西 1965年 刚才有那个日元贷款 对对对 好 那当然国臣清约刚才是说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日本 所谓国民政府 这个战争赔偿的一部分 好 那我现在先讲 就是说 有人可能会把那个日元的这个贷款 因为他都是台湾的建设 那会有人会把付费为说 日本承认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领土的一部分 但是 有要注意 有可能这些国家 他的建设是建设在哪里 建设在其他地方 例如说我们世界银行 对不对 他的贷款 他可能在all source 他的这个工作 跟某个国家 然后在什么 在梅宫阁建水库 建水坝 他那个all source 或是给日本的公司 或是日本政府 把他给这个 外包给其他公司 然后在这个 印度或什么地方 去建这个医院 或怎么样 这个东西都表示说 印度或者是医院 因为有日本的政府 协助all source 的资金 在那边建设 所以这些地方 是日本的地方吗 不是 我这边只是一个 另外一个补充而已 也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在看到 这些条约的时候 要稍微注目一下 他里面那些 逻辑的联系 但是我把这些东西讲 就是说 我会提到说 这个有关于 这个是不是战争的 这个赔款 这些实际上 有解释的空间 我不表示说 同意或不同意 但是我特别提到 就是说 所谓的 以格抱怨 他真正很重要的原因 也是跟1945年以后 一大堆莫名其妙的 乱七八糟的 八十年很有关系 那在这里面 这个 我们知道 1945年 这个日本 他算战败 后来 以后开始休战 但是台湾在法理上面 法理上面 还是日本一部分 对不对 整个台湾的主权 开始从日本移交出去 移交给谁不知道 但转移出去了 不再变成日本一部分 正是社交时间 是1952年4月28日 是那个时间 但是 在之前的时候 曾经 国民政府 那时候来这边讲政权 作为盟军的 这个受降的代表 他曾经有一个要求 就怎么样 要求在台湾的街日本 两个月怎么样 Go 走掉 对不对 然后每个人都执准 拿两个大包包 要走 那看台湾系 要不是那边有个大船 那很多日本人在那边 要卖光是要跑掉 必须要走 那现在大家问一问 日本在台湾50年 如果说 如果说 1949年 1949年 加50 跟1999年 所以相当于 1945年的 日本 至于台湾 有点像是 1999年 国民政府 至于台湾 那我们知道 1999年的时候 有人会讲说 这国民政府的 这个 东西跟台湾是没有关系吗 不是嘛 对不对 那在 如果说跟着国民政府 一起过来这些人 在台湾生根立业 他里面的财产 会成两箱的提箱吗 不可能嘛 那所以说 那1945年 这些人被邀请要回去了 你只有两个大提箱 要回到日本那边去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有 有一家人没有拿走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因为他们在日本 在台湾的个人的私产 怎么办 他们有房子啊 有土地啊 这些都能够说 都是日本的工厂 不是啊 这日本人的私产 好 那这些怎么办 来得及卖掉吗 两个月 怎么可能嘛 那这些跑哪去了 这些跑哪去了 在哪里 这边就牵涉到说 这个国民政府来这边 不是有一大堆 这些很多我们行到的事情吗 可能如果说 你们会去问 你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搞的又会讲 像台北市这边 就很明显啊 那个 有 就是说 刚时在47年左右 前后 那个过来这边 所谓接收大员 带着枪进去 看这房子喜欢 就把他站下来 把他赶出去 然后 这个事情是 发生了很多起啊 包括我自己家 就有运动物这个东西 还被赶过两次 也有说 怎么样呢 他看到日本的财产 可能那时候还空着 他就进去把他站下来 但是因为日本人走了嘛 对不对 但是 这些东西 有的是日本的私产 有的呢 可能是日本的国产 可以转移掉 但是有的呢 可能是怎么样 因为在那段火热的期间 人家有枪嘛 所以台湾人在那边 也是要被赶出去啊 如果这个房子被人家赶走 赶快站到另外一个 台湾空了 赶快站下来 就是这个样子嘛 要把台湾的私产 这些东西啊 实际上是跟现在国产党产有关 这时候当我们来讲到所谓 不义党产 追讨党产的时候 实际上在那边 他的整个根本的根源啊 是在这里 要不然你没办法解释啊 一个在中国那个地方 贪污腐化 然后被中国人民赶跑的政党 到台湾摇身边 马上变去 最有限的政党 这怎么出来的 当时日本人离开的时候 有多少日本的私产 是这个样子不见 那是因为战败国嘛 他没有权利去讲话 谁都帮他说 那台湾人民那时候也自顾不暇啊 那有的甚至也说 啊 日本大叔欺负我们 所以踢他一脚 对不对 我也不用去帮他 那有很多情绪都可以了解 但是说当时的状况 是这样出现的 那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我们讲这些私产的时候 这边又跟现在战争赔偿 当战争赔偿要出来的时候 日本政府说 诶 我的日本的私产要清算一下 对不对 你把这样叫他回去 但是这不表是他的财产 就可以直接这样进行转移啊 你不认为说 他拿两个提将回去以后 他的台湾这些财产 就 你拿全装出来嘛 要不然我们进行这些交办 或购买 要不然你跟他买啊 会怎么样啊 那国民政府呢 因为如果说要去谈的话 很多都被国民党自己的房产 那你说他谈得下去吗 他能够谈赔偿吗 我们要去讲 国民政府要跟他讲说 要去讲赔偿问题 日本麻就把他说 整个日本在台湾的日人私产问题 你要一起来处理啊 怎么办 所以弄到后来 其实这个东西还牵涉到什么 他还把台湾的一些台湾的 在日治时代台湾的人的一些权利的问题 包括救马克券案 包括有些台积日本兵的案子 都绑在一起 就变成东西变成混在一起很难处理 所以如果说你在日本 你了解到一些那个 台日之间过去50年的历史 其实那个1946年 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过程 你会发现到底怎么样 就是说 那个到现在啊 有一些可能媒体上面没看到 因为大家现在看什么慰安妇 对不对 基本上那个 他有他特定议题的脉络 但是如果说像那个 战争的救马克 那个战争的那个债券案 就会变废纸 救马克的那个东西 还好包括什么 包括像这个台积日本兵的一些问题 那怎么办呢 当然国民这么讲 那台积日本兵那些 在日治时代的 那个帮日本打仗的台湾人啊 那不算我们 那这样子啦 然后最后啊 我只要讲 用太多时间了 我就讲到说 因为现在有关于二战的这个中战 今年中战七十周年 有很多很有趣的那个故事 而且这些故事是没有被发现过的 刚才啊这个 我们张扎玉兄 特别提到就是说 这个有关于 或者在观众里面有提到说 就什么被日本人轰炸 这个很可笑的事情 那我想今年五三一啊 就是怎么样 1945年五三一 就台北大轰炸 又死了三千多人 那还在照片 那这照片里面 也就是空军都还有 有档案 周年月圈那还有一 所以 那个会有活动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样 大家特别是 你们回去 跟着你们的 要求你们阿公阿嬷 或者说是 如果说更年轻人 你们的曾祖父曾祖父 如果他还在的话 或者说如果你们爸妈 如果他年纪大小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点记忆 跟你讲一下 在当时是日本时代 怎么去躲空戏 对不对 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讲 哦 那小孩子我在躲空戏 然后 然后这个 有很多故事 那些东西需要怎么样 好好地把它讲出来 那 这个东西我们在今年 我是期待的 看有没有人 我相信可能有准致啊 怎么样咧 有弄一个真文比赛 我们把每个人家庭的故事 把家庭的故事把它说出来 中战七十周年 很重要一点就是找寻我们自己 当时整个台湾的座标 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在1945年 从18月15号到10月20号 这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的时间 会变成这个样子 台湾的秘密为什么会定位 就在这70年里就被定下来了 定下来的时候 别的国家获得独立了 那台湾没有 那当然你也可以讲说 那些台籍精英的那个 当时还是反日的 那些人是 抗日的人上的一个选择 是这个样子 但是其他人是什么 那当时站在台湾座标是哪些人 那历史之间的错位的关系 都是什么样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 就好好地讨论 我们不要再 当然不要再有所谓 国共什么抗日事关 因为台湾是反侍 人家是反侵略 脉络非常不一样 可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那自己的东西是什么 那自己的东西很简单 这是整个台湾 全台湾的人民 大大都都引爆进去的东西 把自己家里面的 这爸爸妈妈 或祖父祖母 那个时候的避险制压 如果说你们有空 把他们抓下来 免得怎么样 太简了 有的人可能怎么样 是以外的过失 这些东西要把他们抓起来 好 讲太多了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 李宗秋刚刚刚讲了 多讲了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要再把 那个 时间 再交给朱江正 那当然 我想说 在两个方面 有一些 可以回忆一下 刚刚 赖尔中 他对于 国城的意见 那我 我问了一天 在 开始之前 我请问你 为什么你要叫 那个 国城是 银鱼派的 章杂鱼 这个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是你的网名 是你的网名 所以 这样也是提醒大家 去找 章杂鱼 就可以找到国城的 演书 你被检举了 真的吗 你被检举了 还是你 你也会被 进水桶 就是 所以你是 FREE NIPPLE 在那之前 才被检举 不得是 FREE NIPPLE FREE NIPPLE FREE NIPPLE 好 我们在 刚刚的 问题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关于台湾是 战胜的 我跟战败谷的情形 因为 他们两个叙事 也有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 台湾人都没有在这里 做决定 在这个过程里 他都被决定 他不是主动决定 在这个 在 显示了一个事实 那刚刚 讲到说 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战争赔款 那个戴港赔款的问题 可能 等一下请博承先来解释一下 到底 因为他解释 他认为是 战争的那个贷款的东西 是类似于 赔款 然后 呃 一中是反对的 我没有反对 我说 这是不同的意义 好 那我们就请博承 来回应 好 这个人非常谢谢 简单来讲 国立关系 有一个概念 在建国主义 也就是说呢 任何人的地位 有的时候 就是说 不完全是你自己的认知 而是出于别人的建构 好 比如说呢 这个 譬如说阿凯兄是博士 这个 这个除了他自己本身的学问和数量之外 是全样 你要通过那个考试 你要理到那个证书 就是说这是别人建构给你的 所以呢 譬如说沈金凯兄是 鲁文大学哲学博士 他就不是新兰威尔斯大学的政学博士 因为他没有去念新兰威尔斯大学 同样我也没有去念鲁文大学 所以这种建构是不会出 就是说你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经常是出自于别人的建构 不完全是在于你个人的主观认知的问题 今天呢 讨论台湾到底是战胜还是战败 因为这是题目啊 我们就看说 到底国际间还是最重要的戏争者 日本跟美国 认为你是战胜还是战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人家怎么看你 那 譬如说呢 1965年4月的这个日元贷款 基本上 我不能认为说 日本神经病人 他没事拿540亿日元来给你干 因为呢 在当年的6月22日的韩日基本条约里面 基本上有四个附属的规定 我们念一下 基本上呢 1965年4月这东西 除了韩日基本条约之外 还有四个东西 就是日本与大韩民国间的渔业协定 关于解决财产与请求全集 精进合作的日本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协定 关于在日本国居住的大韩民国国民的法律地位 及待遇的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协定 关于文物与文化合作的日本与大韩民国间协定 这四个附加条款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关于解决分争的交换 在这四个公文里面 日本同意 对韩国提供3亿美元的现金赠予 然后呢 2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干嘛没事送他3亿美元 这什么意思 这当然是战争赔款 只是当时以于签约的条件 就是不要讲到白了 那么呢 为什么要两亿的第一亿代表 其实 好 那如果说大家认为说 这个东西不见得是战争赔款的话 那么渔业上呢 日本也做出了当铺 就是说 在基本上在这个 许多海域 都承认是韩国的渔场 那么 基本上呢 对这个 日本也同意说 在这个协定生效内五年 五年之后 在日本出生的韩国人 跟他的子女 都具有日本的永住权 然后呢 日本也同意 归还韩国363件美术品 跟852种典籍 换句话说 哪一国是战胜国 这一定很清楚是韩国嘛 不然 如果韩国是战败国 我赔你干嘛 没有赔战胜国 赔战败国的道理 同样的就是说 今天台湾在当时国际间 是被认定说 你是在二次大战战胜的一方 还是战败的一方 谁说话最准 当然第一个 日本说话最准 因为他是当事者 所以呢 今天我其实要强调概念 也很简单 就是说呢 台湾到底是战胜跟战败 跟国际间对你的认知有关 那国际间对你的认知 就是你是战胜跟战败呢 其实呢 就跟国际间认定你是属于什么人的东西 这个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呢 基本上国际间认定你是属于谁的 跟台湾给自己民族自觉 跟独立的一致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呢 国际间认为说你是某某地方的殖民 你在全世界虚拗的殖民 都这样 你都已经被认定是某国的土地了 在二次大战之后 马来亚的人 新加坡的人 都被认定是英国的国民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但是可不可以独立 所以外云名字是绝权 好 刚才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暂唤的问题 好 首先呢 好 这个 請回到我问你个问题 第几页 第三页 也就是说呢 基本上有台湾人在汪政权工作 在满洲国工作 就个别人在中国内部政权工作 是不是代表台湾整个揭露它的争议 当然不是 现在有台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政府里面工作 有啊 那代表台湾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当然不是 所以说 这里指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归属 揭露中国政权的东西 是在1945年之后才开始 1945年之前呢 个别台湾人在中国内部不同政权工作 那是个别人的事情 所以呢 跟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属于中国内部不同政权 并没有这些的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讲到战犯 没有错 刚刚一中间讲的对 就是说 的确有没有台湾人 因为帮日军做事情 帮日本政府做事情 成为战犯 有没有这种人 有 因为呢 基本上来讲呢 战争国际法 整治国家的战争行为 就是说任何人触犯战争罪 并不是说以他是不是战败国的国民的国籍为准 大家知道吗 而是以他的所作所为为准 所以二次战争结束之后 法国是战争国 是啊 可是帮围棋法国做事的人 有没有被处理的 有没有被审判的 有啊 这个是两回事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并不是说 因为有人帮围棋法国做事 然后就帮围棋法国做事的 法国人被 以德国战犯战争罪的陈处 就代表法国是战败国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国家跟国民个人的所作所为 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当时处于被占领的情况下 所以呢 这点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当然呢 也只能说啦 有些台湾人就被选边去受降 有些台湾人就 站在法庭前被人家审判 这个地方呢 就是二次战争之后 许多殖民地人民的悲哀 就是说呢 你是站在哪一边 你是选在哪一边 有的时候也不是你自愿的 但是呢 就要接受这个命运无情的裁判 所以呢 台湾人我觉得说 回忆这个二战后70年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看70年前台湾人 根本就不是这个被轰炸 也不是你自愿的嘛 然后呢 这个被国民政府接收 也不是你自愿的嘛 虽然很多人是欢迎 可是并没有问过你嘛 也就是说台湾的命运 什么时候呢 才能摆脱这种被人摆布的命运啊 什么时候才能真的自己当家做主 我认为说是我们思考这件事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 就是说 几十年前你该当家做主的时候 没有当家做主 最后结果呢 落到今天就让人摆布 所以这个在 如果说在座有朋友听过声音 网络广播 我们讲过以色列的建国史就很清楚嘛 以色列当时建国的时候 联合国裁定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同时建国 结果一个就赶快跑去建国嘛 另外一个就对那个领土不满意嘛 所以就没有进行建国的宣誓嘛 结果呢 这个问题就遞延了五十年之久 所以呢 什么时候呢 掌握时机 当家做主 这个做主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说呢 那个历史不会一直在等台湾人啦 你自己不掌握时间 一直希望说历史几月塌历 你自己希望怎么样 就希望说你自己没有明确的意志 没有明确的承诺 总是希望国际间来给你承认 国际间来给你认同 我认为说呢 那个都是 最厉害的都是四倍功半的事情 简单报到这边 谢谢 好 接下来 相信咱们还有很多问题 我们第一轮的提问三个人 然后 你应该是比较后面的 因为你是工作人员 不能马上过来 我知道的是 第二中战以后 在日本 有些台湾人在日本还没有回来 但是因为他们是 当时是自以为是战胜国的人民 在那里是 因为战胜国的人民跟战败国的人民 所取得的资源 所取得的那一个 所被对待的条件都不一样 当时的台湾人民 自以为是战胜国的人民 所以他去搜刮的 去买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来卖给日本人员 从中在谋利 那因为这样子跟日本 当地的警察跟人民产生的冲突 这个是叫做 射虎事件 那因为这个事件之后 经过盟军的裁判 那他的裁判是说 台湾人不属于战胜国人 但是也是战败国人 就是变成是 卡在中间 他的待遇比战胜国的人低一点 但是比战败国的人高一点 当时是有经过这样子的 法律的判决 那怎么可以说是 我们是战胜国 或者是战败国 那这个也是 当时的盟军的裁判 那不是这是经过盟军裁判 是这样的吗 谢谢 八年前 陈水扁当政的时候 那个时候空军 就是建军 七十周年 所谓的八一四空军建军 但是问题是 他这个空军建军呢 他是在松山机场举行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 这个八一四空战 其实是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飞 所以到了杭州检桥跟中国的空军 他之间交战 最后把这个中国的飞机把日群打下来 就是等于把你松山的飞 从松山机场开来的飞机 打下来了 所以他认为那个东西叫做建军 所以他认为那个是建军机 那但是我们现在又在松山机场 办了一个这么大的活动 讲说要庆祝这个胜利或干嘛 我想就是讲说 其实早在八年前 这个 那我想军队的问题 可能比我们一般政府或民间 这个东西可能更复杂一点 因为军队他必须有一个 他必须有他自己的历史 就像我们现在讲 这个中叶子 如果我们今天要把它本土化的话 那可能 那个十分之九的排位要统统改出去 剩下留下的可能 留下的可能不到十分之一 而且留下来可能都是一些什么 消防队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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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稚园老师保护学生啊 或什么 真正都没有军人在里面 那这个 如果是这样去解释 就是到底是属地还是属人 其实 确实是 我自己也无解 我自己也无解 我想我们下一代 可能会比较理事 会来解答这个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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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留言 对 各位 两位讲真好 我是山文 然后 我的意见跟第一位 方的意见比较强 就是我对于台湾 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有 有非常大的疼 因为台湾这个战胜国跟战胜 战败国两个人 都有一个国 可是那个时候台湾可能还不是一个国 他可能也不是后来的中华民国或当时的中国还是美国一人 那如果从历史脉络过来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后来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中华民国就好让台湾过 那如果中华民国跟台湾 那那时候台湾战胜 可是这个讲法就会变很快 因为他是从后来的事情去讲这件事情 那如果从一个殖民地的殖民族国战败之后 那殖民地可以获得民族自觉 像是韩国这种受到日本的一些金钱援助的话 那你可以说韩国是个战胜国 那台湾的立场是怎样 那韩国受到日本 韩国以战胜 如果接受到前以战胜国自居的话 那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一部份 就跟刚刚那行字一样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那当时台湾人在对日本 请愿成立台湾议会的时候没有承诺 台湾人民不能对自己的一个立场 或是行为负责的时候 你怎么说台湾在二战的时候 一些行为要对战争侵略的行为负责 然后因此行为在埋国 这样讲的前面很快 所以我觉得台湾不太能够划进这个战败国 或战胜国的一个范畴之中 这样的地方 这三个问题其实都 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好像不能说我们是战胜国或战败国 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纪念 从这样其实说明 我们要纪念什么 是按照战胜国来纪念还是战败国来纪念 不管是战胜战败 我们可能要脱离这个逻辑之外 来去纪念所谓的二战中战七十周年 因为在网路上面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 台湾不是战胜不是战败 因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它还不是一个政权 那你可以发现说 那如果说不是政权 那其实台湾可以不用去纪念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跟台湾没有关系 是属于某些政权的关系 那我们当我们还要动员 整个台湾人民的资源 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那不确是很矛盾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 是希望说 我们至少可以拉回到当时的事实 以及我们怎么去看待未来 台湾的未来处境的问题 那刚刚国陈也提到了 很重要一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自己 要决定自己是谁 发言权也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我们就是跟着别人发言 然后我们跟随 所以我们是一群 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群人 可是呢 大家在庆祝做什么事 我们只是跟着庆祝 那这个情景就好像是 跟过去一样 我们还是跟着 别人怎么说 我们就跟什么做 我们都没有任何反抗移植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在发言里面很特别 当然请国臣稍微再回应一下 刚刚这几个问题 谢谢 第一个问题 刚刚讲撒康路事件 那是1946年7月19号 那时候 基本上对日和约都还没有签订 所以当然台湾的归族 在当时来讲 不管是盟军当局 当然他不可能判断 我认为那个跟后来的事情 没有直接过来 因为那时候根本就还没有确定 而且更没有发生 1949年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这个事件 所以我认为说 那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日本还是属于战后的 比较混乱的事情 特别在合约还没有签订 当然日本政府当然对台湾的这个归属 是没有意见 但是日本政府就认为说 台湾人至少 日本政府对他具有治安管辖权 因为台湾人还有国籍 还有格子牙 但是当事人都主张说 他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所以是战胜国 所以日本政府 不能够用日本和国司法进行裁判 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 这个相关的資料都记载得很清楚 第二个问题 就是中列词的问题 因为很简单 现在来讲 这个纪念814的这个军队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各位去当兵 或者当兵的人 当的都是中华民国的国军 这是一个事实 目前来讲 所以中华民国国军 当然就他的军使来讲 他的敌人是日本 所以他纪念当然是814 那中列词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因为中列词 其实并不是像您讲的那样 就是如果真的要移出去 就没有台湾人 就823号战来讲 苗栗县就阵亡了三十几 所以其实真的要把 他的重点并不是里面没有台湾人可放 是没有放台湾人 就是说真正为保卫台湾 中华民国陆军 当年因为车祸 因攻死亡的人数就有七十个 受伤了就有三百多个 其他的作战训练这些 所以话句话说 并不是没有台湾人可以放 而是没有放 那么后来现在其实 中华民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比如说823号战里面服役台籍的人 这些中原师冠兵 EUV师冠兵 现在也都比照农民 当然为什么他们要比照农民的原因 是因为 从中国大陆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少 所以说被府会就没有业务了 没有业务了 所以说增加一批 还可以维持它的预算规模 因为国局不断的在裁剪 职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少 跟当年蒋介石 从大陆带来的人相比是越来越少 所以如果坐令这种情势继续下去的话 会没人 所以最后结果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就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说八三号战都服役了台籍士官兵 一律比照农民办理 就是通通通该有都有 这当然当时是朝野都没有人反对 因为谁会反对这种事情 所以实际上有一个这样的目的存在 当然我觉得也没有错 因为毕竟因为台湾流血 享受这个应有的这种 这种荣誉跟待遇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但是重点是 中烈子的问题不是没有台湾被放 是他没有认真放 或者说他其实有放 只是每年强调的就是 他中间有一块很大块的 就是什么国民革命军 什么的灵位 就是一块总的 但是反而是在 中华民国签台之后 个别陆寺的人 反而有比较详细的记忆 比如说 谁谁谁 什么时候陆寺 比如说 中国军真的是阴功阵亡 用阴功阴伤阴远训的人 其实那里面有记忆 这个只是一般人比较有在注意 这个当然也不是台湾的问题 而是长期来这个史观跟美理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说老实话 我非常抱歉 这太疼 因为呢 你说台湾人 因为当时 情愿运动也被人家驳为 这个也被人家驳为 没有意愿 没有表达的意愿 所以不负这些责任 我认为说 台湾如果真的要建立一个国家 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你应该说 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 这个表达意愿也不能说万书 我觉得说 甚至当时日本发动战争的时候 德国发动战争的时候 德国人民 日本人民 有没有完全的民主自由 有没有办法对战争 表示反对的意见 其实也没有 但是二次大安结束之后 德国会要负贷赔偿 那这些赔偿是哪里来的 德国人民的穗金 你就是乖乖的要掏钱 这就是普世价值 你这个没有办法跟你说 当时因为希特勒的压迫 所以我们根本也没办法表叹 所以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时候 我们这些人都没办法表叹 所以呢 我们这些人民不负这个战争的责任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那德国政府 德国人民不然跑去跟英国讲说 你们英国呢 从1943轰炸我们德国 轰炸了两年 炸死我们几十万人 那皇家公军 每天晚上轰炸德国 那个水泰就非常长 所以英国我可以钱吧 绝对没有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现代国家强调的是什么 你选出了怎样的领导者 这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责任 这是全体人民共同的责任 所以我们常常强调 都代表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简单跟大家抱抱这样 好 好 接下来第二轮 黄彦姐 直接Q卡 1 2 再叫做 5位 1位 2位 再慢 等一下 来 2 接手 第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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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1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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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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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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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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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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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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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9 9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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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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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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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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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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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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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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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黨就也不幫忙強力索取那台西日本兵的薪水 所以說像日本的軍人他們是兩千倍 就是你當時假如你有十塊錢你可以提到兩萬日幣 然後台灣人就有一百二十倍 就是十塊錢變成就一千兩百塊 那這就是一個夢境 然後所以說不宜黨產很大一部分也是建立在 不只是日本人的資產上面還有台灣人的血汗上 對 這是夢境 好 兩個都講到不宜黨產了 那等一下我們那個黨產公投連署表在那邊 大家有空等一下可以自己過去拿 來 李總先來 其實剛才我們大家提到一個蠻合格的問題 就是說 當然就是那個戰勝國戰敗國 戰勝國就好像跟中國在一起對不對 那大家看也覺得就不爽 可是戰敗 莫名其妄成自己戰敗 我要跟著承擔戰爭責任 對 然後無名其妙 因為剛才你講的就是在新宿那邊的 那是新宿那邊的那個事情 當然 這邊牽涉到說 台灣人不管說戰後那時候那種 很莫不其妙的那個混亂的環境 大家每個人出身走 所以說 你在那邊 現在我利用我這個身分 我忽然就有取得中華國籍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個比方戰勝國的身分 絕對比較好的待遇 的確有不少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當然到後來就是 變成說國籍變得非常困難 然後他用這種身分 表示說我不用接受日本人 這樣一體的法律就散開了 我不接受他這樣的一個組織 那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做等等 那當然到後來有些不同的判決 那我現在講的是說 像這個東西相當程度表示怎麼樣 就是說當我們在面對那段歷史的時候 如果說就每個人自己在當時 他自己本身利益上一個考量的時候 大家要尋找自己生存 一個最可能的契機 當然會用各種方式嘛 怎麼弄整個錢 一就是這樣嘛 所以有的人那時候會變成中華沒有國籍 然後你要說變中華沒有國籍 就代表他變成上民國人 對啊 但這些數量有多少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他能夠代表台灣裡面也不曉得 但的確有人做這樣的選擇 那所以這邊的意思就表到怎麼樣了 剛才那個早彥兄他講到說 我們啊在當時沒有發言權 意思是怎麼樣去建構自己的發言權 所以說從8月15號到10月25號 這段期間 當很多的那個就是前西方殖民地 在日本之後 他們開始慢慢取得怎麼樣 他們自己本身有同意的運動 但台灣基本上沒有 所以要進行這個教訓 當然這個做法是對的 有另外一方面 到底台灣在日本時代那個時候 我們自己面對那段歷史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用抗日史觀這個地方 來看待這個問題嗎 因為有抗日史觀 所以表示台灣有主體性 是這樣嗎 那但是你如果是這樣 你怎麼去面對當時有這麼多台灣的人 參加有沒有參加日本的皇軍 代表日本到那邊去打仗 甚至有包括非常多的原住民 他在臨死的時候高呼天皇萬歲 然後甚至到了這個2000年或2002年 我記得親眼看到 當那個時候高清宿民來講說 要把這些從那個 那個附近活生把移出來 有那個著名的小孩 就說他們放在那裡面 然後到一處代表講說 不要這樣做 他們不希望這樣 因為那是他們的副主 他們那個時候 臨死前要認為 跟日本的地方暫時是光榮 不管我們現在看起來感覺是不良的 可是他要尊重怎麼樣 他那個時候副主 你那個時候的那個醫院 希望留在那個地方 就是說這些東西 就是說你跟日本的協力者 還是說跟日本合作 從剛剛的使官來講 都說非常政治的正確 但是如果要真正面對 我們當時的歷史過程的時候 要去正視這一段 到底是什麼 要不然我永遠沒有辦法去理解 就是說在盟軍轟炸的時候 等於發生了情形 那以及在戰後所發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黨產思想 我跟著這些東西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在統一 或者說是台灣的那個 是中國不是中國一部分之外 怎麼去面對那一段那種時間 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關鍵 也因此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大家怎麼去跟自己的阿公阿嬤 你要去跟他們去讓他們寫下 他們當時戰爭的那個建國和精肉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重要的 光是用所謂的政治正確 或者某種抗日使官 或等等這種使官的政治正確 你涵蓋不了很多東西 而且任國是台灣社會的全部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去反省的話 要把這東西都給抓進來 然後最後就說 那個 因為這邊先到一些法律上面的一個理解 就是戰犯的這個問題 剛剛那早一兄講的沒錯 就是說戰犯實際上有很多是怎麼樣 因為當時你的作為對不對 不是因為你的國籍 有什麼問題就是說台灣那些戰犯 他審判上是跟日本一起在判 他不是跟其他國家的人在判 他是跟日本的 所以說那時候的理解是怎麼樣 就是作為日本一部分在處理這些 就是這個樣子 那延遲我們到了總去看 至於說韓國和日本的基本條約 這邊我只能講說 我還是不了解 應該是在講 到底韓國在那個時候 他是怎麼樣 1905年 對不起 在1910年的時候日韓病狠 韓國又變成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說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日本對韓宣戰沒有 因為韓國人本來就是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所謂二戰的勝利之說 是從何而來 好 這是一個滿根本的問題 因為你要談的時候 說韓國戰勝 對 韓國戰勝 二次世界大戰勝 但是如果說剛才根據這個 張宅瑜他說 你又那麼一條一遍 欸 發現好幾條 是指說什麼 在日本的韓國人 他的那個身分 他的財產的屬基 因為這些人不是因為戰爭起 就被日本強大到 又被韓國強大到日本 而在之前 例如說日本他可能內部的 這個動員建設的被拉過去 然後有的就是奴公嘛 對不對 那例如說那個阿蘇達羅 那個麻生 他的那個家族 就用了不少韓國的勞工 那是對於這些人 他的身分 以及他的這個在日本的這個狀況 要準去進行合適的賠償 屬於這個面對 所以如果從這個地方去了解的話 到底這是你作為這個 戰敗國對戰勝國的賠償 還是說對於當時 他是佔領的賠償 佔領所的作為的賠償 我覺得這東西可能 那個時候我只能講 我不了解 可能張財是一個人的賠償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是另外一方面去討論的 謝謝 好 來 我們看 我們第二輪還沒結束 還沒問完 好 首先今天很高興能夠 大家聽到這一場 因為好幾個月前來 還講了一段期待 然後呢 第一個小的卡片是 我覺得今天來討論這個題目 本身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事情 因為真正發動 參與戰爭的國家 其實不會不知道這些戰敗的戰敗 其實他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第二個 我覺得這題目也拿來討論說 是有說戰勝或戰敗 其實題目也沒有戰勝國或戰敗的國 那這個 我覺得 一定程度上來說 所以 我只想問一個小小的 國際法上的問題 因為 今天當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 其他國家的例子 不可以採討 那只是我會了解 實際情況下 好比說 今天 在二戰完之後 阿爾吉利亞 算是戰勝還是戰敗 他們怎麼處理 那當然 他是處理 剛剛 郭忠祐老師有講到 圍棋法國 圍棋 圍棋法國 戰勝還是戰敗 也是很有趣的 因為戰勝的是反抗 自由巴蘭西 而不是圍棋法國 而自由巴蘭西 阿爾吉利亞就是跟自由巴蘭西在打的 那 戰勝了之後 如果剛剛會戰敗了 之後呢 我們如果算是戰敗的一方 我們必須共同承擔戰爭責任的話 阿爾吉利亞作為戰勝的一方 是否共同分享戰勝得到的利益 那當然後來歷史沒有讓眼鏡 但是我只是想知道 說在國際法上 看待這種殖民地被捲入戰爭 又被當作國家 付出人命 而最後得到某一個結果 這戰勝的結果 對待方式是跟台灣 是一樣的 好 教授之後 那個 我是一個地理系的小朋友 超帥小弟 那我要為第三位的主角 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覺得前面第三位 他講的 比較偏向於一種解釋的思維 所以解釋的思維 就是說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那些國家人民 那些國家其實是殖民地的人民 但是我們是殖民地的人民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為什麼教授拿德國日本 德國日本人 日本人去跟台灣人類 因為德國日本人 納稅黨可以刑期 是因為德國人的公民投出來的 日本人可以弄出來 是因為他們有日本 有弄出日本的憲法 可是台灣人呢 台灣人是殖民地的人民 台灣人是臺日本公民嗎 問題是他是日本公民嗎 所以說在整個 參與的過程中 台灣是一個被殖民者 那這裡面 從解釋的角度來看 會 跟教授剛才談到的國際關係 似乎有一點衝突的地方 國際關係 跟教授所講的建構主義就是說 我認為你是什麼 你是什麼 你是日本戰犯 你就日本戰犯 那有一個很奇怪的是 我覺得應該要拿一個 韓國類比 跟韓國類比應該 因為韓國和台灣 同樣都是被殖民了的 那韓國很奇怪的是 他也有幫日本人打仗啊 那他為什麼在戰勝國 他為什麼不要去 付戰爭賠償的責任 因為韓國人 韓國兵也是去跟日本打仗 也幫日本打仗 那為什麼 台灣人要去跟日本一起道歉 韓國人不用 這是我覺得比較奇怪的 所以就是說 從解釋的思維到 國際關係 這兩個思維 這到底要怎麼 這到底要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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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讓你請回答 第一問題啊 基本上來講 這個 因為法國是戰勝國 那麼維西法國戰敗之後 維西法國的領導人 大概很多都倒大陪啦 判刑的判刑 官的官 就是說 基本上來講 就是看似在你戰爭中的行為而定 所以呢 這一點來講 阿爾及利亞在戰時來講 他算是 一部分阿爾及利亞人是幫回去法國打仗 又一部分阿爾及利亞人是幫這個 這個自由法國打仗 但是阿爾及利亞戰後脫離法國而獨立 原則上分在二次大戰裡面 那阿爾及利亞也不算是二次大戰 就是說最後對日對德行國的戰勝也沒有算 所以這點是第一問題 第二個問題 日本跟台灣跟韓國的問題 非常的簡單 因為韓國是一個國家 他是1910年被人家合併的 他本來就是一個國家很久了 1910年大韓帝國 是被簽訂了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 日本大陣說 在韓國當時有許多大臣 後來這些人現在都被定位為 現在韓國有正式的名稱 譬如說這個以四國賊 以四五賊 定位七賊 更須國賊 就是說有些人 韓國歷史課本已經明白 聽說你這個人是國賊 以四國賊是誰有七個人 那這些人是幹嘛呢 當時他們就鼓吹說 日本是亞洲最強的國家 建立大東亞共融圈 我們如果沒有跟日本合作 會邊緣活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韓國的經濟呢 基本上也必須要依賴日本 那日本呢 對我們韓國的經濟幫助也是很大 而且呢 日本天皇呢 跟我們呢 是一家親 因為他也是朝鮮人 所以呢 推動韓日合併 現在戰後這些人 當時為首的人 就是大海帝國最後一任的首相 李頑勇 李頑勇在更須國賊 以衛虎賊 丁四七賊 他都是賊之首 現在韓國歷史課本 這些賊的名字 都是明白列出來了 而且呢 這些賊的直系子孫 戶口名簿上都要記載說 你是賊的後代 然後呢 繼承為 就說直接賊 就說這些人 基本上他們的財產 都要沒收 然後繼承 就說他們的直系子孫 繼承這些被定位為賊的人的財產 也要沒收 這是非常 然後呢 韓國還有一個委員會叫做 日幣時期韓民族 這個最新委員會 就是說誰 在日幣時期 幫這個日本做事情的人 通通都要列入 就是通通一個一個都要清查出來 然後呢 該怎樣就要怎樣 好 所以呢 現在跟台灣的比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韓國會不會認為是戰勝國 因為它本來就是國 這個在1910年間 它就是一個國家 後來現在在國際 所以聯合國呢 在1948年呢 聯合二次大任聯合國成立之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條款 就是說讓韓國獨立 所以呢 主持了在韓半島的選舉 但是在北邊沒辦法舉行 1948年呢 就進行了大韓民國的第一任大統領選舉 就制定了大韓民國的憲法 大韓民國的總統 但是呢 台灣跟韓國歷史上有沒有差異 這個我就不用問 所以它為什麼有那個戰勝國的身份 可以享受出來 因為它本來就是國嘛 所以是國中重要 很重要 從此它一段時間被人家避革了 可是呢 二次大任結束之後 它是復國 復國 不是建國 不是大韓民國建國 是大韓民國復國 它本來就是國 只是現在被日本佔領 就好像法國 被日本佔領是同樣的道理 那麼 在韓國裡面呢 有沒有人爭取當日軍的 有沒有這些韓國的人 在東南亞變戰法的 都有 都有 有沒有被判死刑的 也有 但是呢 這些人的個別行為 跟大民國 因為它老早就確立了國家地位 然後是被日本強迫並昏的 然後呢 這個基本上後來就復國 取得戰勝國的地位 跟台灣是兩回事 跟台灣是兩回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韓日基本條約裡面就規定說 裡面有一條 就規定 應該是第四條 就是說 這個條約之前 過去呢 這個大韓帝國時期 跟日本簽訂的所有條約 都歸於不下 就通通都算不效就對了 代表說 大韓帝國以前那條約是準確的 也在日本也承認有大韓帝國 然後呢 最後結果是大韓帝國自願跟日本合併的 不是日本去命蹲的 但是後來當然不踩任指說啦 就是說這個就是你們的這個 武力的威脅 所以這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他為什麼有沒有戰勝國的地位可以拿出來 可以拿到那個戰勝國的地位 因為他本來是不 他本來是不 他本來是不 最後兩個問題 然後等一下 你結尾齁 兩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 要問問題 你是要 不是要問問題喔 不是要問問題 那就沒有要問 沒有要問 有 問問題我就問誰 問問題我就問誰 那個 我這邊有想問一下嗎 老實 我不曉得說 因為其實日本他在戰時的時候 他應該說他有戰到非常多 是屬於 當時的美貓國槍 當時他們那些平衡上 應該會有一些 多少的一些機會 但是這些國使隊他們 在後來又選擇 在日本到以後 我是有 只要發出一些實驗 就是國使隊選擇 一開始的選擇 跟日本做 那後來的選擇 又導播 那關於這一部分的話 他們的意思就是 怎麼去做一個學系 所以怎麼去做一個學系的工作 來 再來 我們 那邊 我們再 一位 兩位 跟一凱好不好 跟 對 對 我想請教一下 為什麼台灣 一定要跟中華民國 有什麼關係 這個 這個其實 我們現在的麻煩 就是因為中華民國 這事的事 然後呢 你現在 譬如說是不甘願去當兵的 你過去幾十年來 把台灣的指定 送到金門 馬祖 東領這種地方去 那個全部 有可能被殺光了 然後一個戰役出來 全部被殲滅了 就是因為這些台灣人的家庭 幾十萬那時候最多的時候 好像 有幾十萬的大捐在那個地方 這些都不甘願 誰是願意為他們活共內戰去 去打金門 去那邊去搜尋 這個到 像這些東西 我想是 最終結的問題是一個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最接近的這個判斷是那個 那個聯合國的2758決議 他說這個是非法的 這個是不對的 然後代表人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就是蔣介石 台灣有問題跟中國牽起來是蔣介石 台灣跟韓國不一樣 是台灣是割讓 永久割讓給日本 是日本的領土 韓國是他去人家搶載的殖民地 是不要的 所以我想 我不是沒有圖什麼 歷史戲什麼 一直很不甘願說 這台灣在為什麼一定要 中華民國 然後民進黨到現在 還是說什麼台灣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一直光尾情湊 一直要自己去對號入座 像這次國共關係 他們要簽什麼和平選議 其實跟我們台灣也沒什麼特別關係 他們是國民黨跟共產黨 要和平選議要不打仗 史卡拉不打仗 我們沒跟他打過仗 台灣人可以跟全世界人一樣講 我們從來沒有孝雄 他們什麼大陸的領土 我們也沒有準備好 我們從來也沒有去準備好 我們只要不要叫中華民國 也不要叫我們強烈是臺北 好 謝謝 我們再一個立感 剛聽了兩位老師的講法之後 那因為 那因為 就是感覺脈絡就敷得比較清楚 結果就變成說 我跟剛剛那位先生的意思不一樣 那因為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被中華民國統治 然後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情況就是 呃 從 日本戰敗之後 我們現在變成是 我們這塊土地被 日本放棄 日本戰敗就一直在合約放棄了 然後現在接管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確定給中華民國 但中華民國確實就代表受降 就是 講確實代表受降 然後我們 但是當時他做的一個行動 就是一個行動 就是讓台灣在這邊的人民 一個是把日本人趕回去 但是好像又做一個讓 原本屬於 日本統治的台灣人民 他們好像可以選擇自己是日本人 要回到日本去 還是留下來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民 然後做了這個動作 那當時 那結果 台灣的 居住的人民 他好像選擇了 就是有 有人選擇這邊 就留在這邊這邊這邊的 那對 還有沒辦法走 然後再來就是 後來 中華民國政府戰敗 他把他們的人 有些人 就是在 國共內戰那邊 他們一路撤退撤會道 就是全部都要跑來台灣這邊的 帶一選來到台灣這邊來 然後之後又在1970年的時候 好像 還多久 被提出的 沒有合過 然後沒有代表權 那所以我們現在 把這個脈絡 撲下去之後 好像我們也不需要用殖民地的 脈絡 來達到 獨立 也就是說 是不是殖民地 跟我們是不是要獨立建國 他沒有一定要找到哪個脈絡去存作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就是說 依照現在的國際法來看的話 台灣就是糾結在 還是在中華民國 跟中華民國的 內戰加共 我聽起來是如此 那 可是問題是 如果我們 現在有權要做 獨立建國的動作 他似乎也不用去 對 法蘇 所謂的 是不是殖民的問題 他只在於說 我們現在一局 國際法 跟我們現在台灣這個 這塊土地的 現在居住的人民 有些人認為是中華民國的 有些人是不想承認的 但是他們 如果 要尋求一個 絕對需要 再建國 就是一個建國的共識 或者對中華民國的人民 他覺得他轉 他也可以轉國籍 就跟當初 被日本放棄了台灣主權 然後呢 中華民國的人 讓台灣這邊的人 要不要選擇是成為日本人 中華民國的人 那我們這邊如果要建國的人 我們也可以讓這邊的人 再做一次這樣的選擇 似乎不需要用殖民地的脈絡 來做建國的前面的補塵 我想問是不是這樣子 在國際法上面 因為之前 我一直在講一個事情 就我想問的 在現在的 聯合國憲章裡面當中 如果我們要走 獨立 獨立建國的這個路 到底他需要我們台灣 成為一個民族 非常民族自覺 還是實際上根本不需要 就只要我們想要建國 我們就可以 要這個 國際承認 只要我們做這個動作 就能國際承認 我想問這樣問題 謝謝 好 我們這個問題 先讓我們 我們請給女士 那個年輕人的 對 對 對 我知道 好 好 我知道 我問是對年輕人的 我覺得 不像我有體育 來 好 來 兩位老師好 我想要有一點點呼應 那個黃以來先生 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也想要挑戰一下 張老師剛剛那張爆破 就是我想要問說 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認為台灣是戰勝國的話 那我們就是承認自己是中多一部分 然後如果說是戰敗國的話 我們就要負責的責任 那我想問說 這一張同一片的這個詞句 指的是現在進行式 就是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時候 去思考 我們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嗎 還是說 這是當時的那個歷史的情況 因為 我的認知但是 可能還是要請老師解答 就是說 在國際法上面 因為這樣聽起來 就當我們還是日本人 就是 日本在戰敗的那一刻 我們就算是戰敗國的殖民地 那就是屬於一個戰敗的 類似一個戰敗的這個地方這樣 那在我們被類似割讓的這種方式 變成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的一個領土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一個戰勝的狀態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如果就當初這樣發生的這個事實 那老師剛剛也有提到說 就是 就是 就事實上而言 日本在那個時候 也是跟中華民國政府去簽約 簽訂了一個 在台北的 就是 承認台灣是 在那個時候 事實上是被中華民國政府統治 這樣一個事實上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決定自己是戰勝我 還是戰敗國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在我們現在這個時空之下 這樣子的決定 會對我們現在 在我們未來走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嗎 這是我想回答 好 那我們就先請李宗來回答 然後現在開始播出 我想李宗肯 你不要起來替一張雜魚的人 你可能回答 好 那因為他那時候要搞定尿尿 所以 這是我的解釋 所以我就 我就先提 就是說 寫從最後面這個 同學的說法 其實這個題目蠻有趣的 他既是 是針對 到底在1945年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怎麼看待 那個時候台灣的一個狀況 台灣是做一個什麼樣的身份 在處理 對這邊介紹死官的問題 但是另外呢 他也變成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時候的選擇 看到70年之後 到底台灣是戰勝還是戰敗 戰勝戰敗 這個指的 並不是二戰的勝利或失敗 而是作為自己 作為一個國民的主體 作為一個那個主體性本身 我們的這個奮鬥 是成功還是失敗 後面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的意思在這 所以他這邊 像是有兩種 這種意義把它包覆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他跟你講說 戰勝國戰敗 然後他在某種程度 又感覺像自己的意思一樣 好 那至於說 有關於這個 台灣的這個法律地位 我想 基本上在1952年 就今這樣合約升降 然後台北合約簽署 以後 日本是把台灣的居民 視同為 他是講視同為 但並沒有說 這個台灣居民就是 中華民國國民 因為他從去除裡面 這個在台灣這邊 人民之間關係 他要找到一個根據 我要更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待你 所以說是這個樣子 當然王毅凱這個時候 之前講到說 這個國民政府 有說台灣人民可以選擇的國籍 另外一方面 國民政府一來 他就直接宣布 台灣的每一個人 就自動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當這個台北合約 就是有關 對 2009年的時候 當馬英九 他在台北盟管的時候 對台北合約提出 這樣的一個解釋 當時日本駐外代表 特別提到就是說 日本政府他還是 台灣地位是未定 那因為這個樣子 他的說話 譯出了日本外務省 對於日本駐台 和對外官員 有關台灣地位 講話的一個 東西 日本既然已經放棄 對台灣主權了 就不能夠再對台灣主權 有任何的法言 那你一旦發言的話 這就是違規 這就是違規 所以他後來是被 送回去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說講到這個法理人 日本他所認定的法理人 有關台灣法理人的定位 基本上還是在就是說 在這一塊地方 他既不是日本已經沒有 對台灣的主權的 但是呢 如果說就外務省 他們內部的這個看法來 還是認為台灣的地位 是未定 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法理人講到說 我們如果說是要獨立 或者怎麼樣 你要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 完全是意識的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這完全是意識的問題 那國際法上面 你要透過這個公投 或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都已經有辦法投票 而且有辦法公投 雖然說這公投到目前為止 幾乎是每一個都破的 很像這個公投 但基本上 這個機制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關鍵是我們這邊 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去形成這樣 一個共同的意識 當然 面對外面的壓力 是絕對是存在的 但是要怎麼去課 甚至用一個比較固執的方法 有辦法去繞過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 其實弄到後來 國際法講到很多 到底說你要怎麼去處理 其實最根本的觀念 還是意識 那這意識現在 就反映在70年前 當時台灣的所謂的精英 他當時的選擇 是選擇的什麼東西 那在那個時候 實際上 當那時候討論 戰勝戰敗之間的關係的時候 實際上也在於反省說 為什麼當時那些人 會做這樣的一個選擇 那這些選擇 它所影響的結果是怎麼樣 那這也沒有錯 就是說 它其實反映了一點 作為一個被人家統治行律的人民 為了要尋求自己本身 最合乎的利益的生存方式 我們要用各種那個 專俠縫的方式 來取得自己的生存空間 也因此在很多很多地方 你沒有辦法很光明正大 名正言順 那個人情異理 這邊通通符合的方式 來做到我們主張的效果 當時就是在那 嫩整嫩整到後來得到的一個結果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到後來分期付款 搞壞結論 我今天就是想出這樣 那包括我們在民主要過程 也是這個樣子 才會不登記付款 那其實這邊說到後來 有關於解釋 按這個國際法之間 跟前面同學有一個問題 他的一個評論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 實際上 在談到國際法的時候 的確他在這邊 既然國際法是以國家為主體 那你對於一個 還沒有辦法成立 變成一個國家的 他要怎麼樣去爭取 國際上的承認 特別是承認的 所謂主觀說和客觀說法 就是說 我自己 有這個土地人民主權 我就是個國家了 還是說 我需要別的國家 對我的一定程度的一個承認 才會變成一個國家的要件 如果說是後者 所謂國家承認 別的國家的一個客觀的說法的話 那會變成說 即使是站在解釋的角度來講話 好像我是一個主體性 還不是完全那麼主動 那變成說 我做完以後還不夠 還需要去說服別的國家 越來承認我 等等 那當然對於這個解釋的這個角度來看 感覺啊 他的這個力量還有那個主動和能動性 這感覺是有點被人家決定的感覺 但是我必須要講說 如果說在我們在這個社會上的處理裡面 主觀的那個意志 這邊是絕對的先前的要領 這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展現出來的 那七十年前是這個樣子 七十年之後我們要這樣嗎 他早一會講到說 七十年前 不知道韓國 日韓並合的時候 對不對 有人主張兩一家親 對啊 他的確是啊 這個 在日本和韓國就是一一帶水而已啊 兩岸關係啊 然後這個 和日本那麼強大 你和日本之間經歷整合要更清楚 那整合整合的這個策略就是合併嘛 對不對 那今天台灣這邊也有類似的一些情形 也有可能有做這樣的主張 那我們要怎麼辦 那我覺得呢 七十年前之間的那個歷史的教訓 為什麼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會在今天啊 這個東西還是這麼重要 那特別是我們剛剛講的黨產的問題 所謂民主的改革的問題 還包括為什麼我們今天台灣地方的政治 是這個樣子 成為這種壞性的狀況 之前基因被掃除掉以後 所出現冒出來的都是那些什麼東西 不把那個 那一段很混亂的那個歷史經驗 做一個很仔細的一個了解 而且 怎麼樣呢 真的就是要去抓到 在當時還埋葬在今天是政治不正確 沒有辦法浮出來的 這些的言說也將來不及 我們沒有辦法去真正的 全面的來去看待台灣 到任何現在所面對的問題 因為即便是這些所挖出來的東西 非常骯髒 或者感覺到說很不堪 可是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處理的 不這樣做 真的是沒有辦法離客服 我只是再次強調說 這些東西雖然說 可能在政治的解釋 或者是抵抗的角度上面 感覺它的主體性不是那麼漂亮 不是那麼清楚可以 進行抵护下面這樣一個切割 可是 往往你在處理問題的時候 如果說你把這種短割到外面去 那邊那一部分 永遠沒有辦法變成你台灣 對外在進行主體性建構的一部分 那你這邊永遠會缺一塊 但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但我們必須要準備去證實它 這是我的一個建議 好 謝謝 然後我們兩位當我們過程來做個解 回答 然後再做個解語 來 好 謝謝大家 剛才有一位先生 提到金門馬祖的問題 我當兵就是在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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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當兵會在馬祖 當然大家都知道是因為 那個 當兵的時候大家就知道我是誰 就是在幹嘛的 所以當然 不是 你講你在幹嘛 我是一萬四七期假班 那麼一萬四七期假班 有569位同期受訓的人 在那569個人裡面 軍事、體育跟這個 政戰 我是第七名 我是第七名 可是呢 因為我那時候在這專家寫說 我當過某某某柱 就不去馬祖 這當然 大家就不講 可是呢 我那時候到馬祖的時候 我倒沒有覺得說 我們跟我們一起的台灣子弟 是在國宮內戰 我們那時候還是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 現在的情況 有首要敵人跟四要敵人之分 首要敵人無論如何還是中共人民解放軍 對台灣來講 首要敵人還是中共人民解放軍 我那時候就跟我們弟兄講說 因為我們看過敵情資料 我們那個陣地 就是我們是重兵基點 至少在射程範圍內 這個中共在122以上 12公里以上的火炮瞄準那個地方至少也十分以上 我的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當時我跟我們的弟兄 其實說老實話 國軍當然有各式各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時期還是蠻高的 因為那時候非戰危機剛落不久 我們還是覺得說 基本上我們在這邊 還是受的訓練也好 花的是兩年時間也好 各方面的努力 還是在為保衛台灣的人民 保衛現在這塊土地上 雖然不是很滿意 但是至少也 逐漸在進步的生活方式而戰 90年代的時候我們真的是 現在不一定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錯啦 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其實外島的火軍基本上是不增援的 不增援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辦法台灣外島派部隊過去 就是待那個地方就是 與島共存亡 不過這有個好處就是說 在外島當兵原本當點招基本上就沒有任何事情 因為原則上來講就是點招是回原單位 外島因為不再補充兵 所以你在外島當兵你不用再回外島點招 所以外島當兵點招叫招基本都沒有任何事情 我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錯 我們那時候是覺得說 的確這麼多的人需要駐紮在外島 是國共內戰的結合 但是至少我之內的絕大多數的 代表台灣的子弟 當時我們的感覺 我們的前往就像戴亞 以色列以前的官方戴亞 去當英軍是同樣的感覺 就是說為了民族 為了猶太民族的生存與發展 首先遺人是納稅的人 所以他加入英軍跟納稅德不作戰 不然德國投降之後他就加入抗英的政務 是同樣的 所以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王一凱一來兄提到那個解釋 跟獨立建國的問題 沒有錯啦 並沒有規定一定要被殖民 才能夠獨立建國 像諸葛蘭公投獨立 嚴格講他是不是符合 國際殖民地的那個定義 是不是國際殖民地是有無意的 但是以台灣現在的狀況 你如果迴避掉解釋這個議題的話 恐怕是很難真正 不要說獨立建國啦 你能追求台灣社會的公民正義都有困難 因為基本上殖民的概念是什麼 外來政權 外來文化 外來體制 然後外來政府 外來文化包括是強制性的外來文化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歸動這個文化 因為自主的接受外來文化那個不叫殖民 而是被人家強加在你的腦袋上的 台灣社會今天有沒有這樣的現象 我想大家可以看得慣 我們如果迴避掉這件事情的話 我認為說要推動公民正義也好 民主政治也好 打破階級也好 甚至最後兩條路線 我覺得都會碰到很多的難題 所以這不是說一定要被殖民才能路線 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說以台灣目前的現況 迴避掉這個議題 我認為會碰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我想這個 就是一條一條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很難 那麼 就是說 最後一位小姐提到的問題 就是說 照理說這個題目 為什麼要講這個是主辦單位的命令 因為我是非常習慣 就是奉令作文 這個基本上沒錯 但是不是代表這個題目沒有意義 這個題目的意義是什麼 我再重複一遍 作為今天的結論 就是說 今天有人是要利用把台灣行訴為戰勝者 去把台灣跟中國放在一起 的確出現了這樣的現象 所以在台灣紀念二次大安戰勝 我們看到的不是譴責侵略 不是這個 討論說台灣在戰爭的時候 不管是台灣 任何人因為戰爭所遭遇的傷痛 不是說因為有人破壞和平導致的危險 而是強調我們用戰勝兩次來凸顯台灣的中國性 突顯台灣這個地方作為一個中國的領土 中國的政權 的這個重要性 我想這個是推動這個活動 就是說像有人在紀念戰爭 比如說這個七十週年等等 我覺得那是他們的用意 當然呢我們要不要同意這樣的用意 我們要大家自己判斷 但是很明顯的 有人是希望利用這樣的事情來當這樣 這在公民社會裡面 我覺得是值得被討論的 當然大家要贊成也OK 但是我覺得 所以為什麼要討論這個 不是在於說 戰勝也好戰敗也好 決定的是 今天有人要利用這件事情 怎麼樣來決定台灣的歸屬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 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有人要利用 把你寫術成戰勝或戰敗 來把你跟中國綁在一起 那麼大家要不要接受台灣跟中國綁在一起 我想大家自己判斷 但是有人是要這麼做 這是第一點 第二呢 就是說呢 現在有人就討論說 二戰四十週年台灣戰勝還是戰敗 如果呢 有人要紀念的是台灣在戰爭時遭到的苦痛 強調的是什麼 比如說岡山大轟炸 比如說台北大轟炸 比如說呢 這個 當時美國對台灣總是各式各樣的轟炸 後來年五年 我在翻我包圈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地方 就是鼻頭角燈塔 當然你說鼻頭角燈塔 鼻頭角燈塔 鼻頭角燈塔很妙 就是說 燈塔一般來講就是有個主發光的燈 然後後面有一塊就是反射鏡 就是要讓那個光能夠照得很遠 鼻頭角燈塔是很早很早見的 在二十世紀初就見了 後面那一塊反射鏡 是當時從德國鏡 因為要做那麼大一塊的玻璃 不會有那種亂射折射 就是要維持它的這種形體 當時是只有德國的光學做得出來的 那塊東西 據說當時連運費運到台灣來 跟那麼大一塊重量的黃金 這樣子就說是差不多了 因為很寶貝 因為運動過程 萬一啪 出現了裂痕就掛了 那個地方在那邊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那時候到那邊去看 我們發現上面就是邊有一道裂痕 就是有一道破掉的地方 那麼這個海關總署就跟我們說 那個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軍攻擊鼻頭角燈塔的時候 從這個美國航空母艦上起飛的艦載機 俯衝掃射鼻頭角燈塔 就是要把那個打壞了 結果機關槍子彈就把那個東西 就打破了一塊 但是因為戰後 會脫一小塊 所以運動也沒有問題 那個時候呢 站在那個時候看那邊的燈牌 就想說 那是好幾十年前的 六十年前 是誰開著飛機打破這塊電力 那麼今天我站在這兒 我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可是我們有歷史的歷史 那麼是什麼樣的人 在反野國的哪一個地方出來 其實這都可以查的 付出了這麼大的冒險 跟今天六十年後 站在那裡的我 有這樣的演繫 這是一個怎樣的歷史時空 這是一個怎樣的歷史時空 那麼我們台灣人呢 怎麼看台灣 看美國 看日本 看中國 看我們的歷史 其實這些事情 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就跟剛才說你講 這是一個需要重新review的課題 重新review的課題 比如說在座有沒有出過黃金博館 黃金博館附近有一個地方 大家知道嗎 這個安德伊先生在這邊 是澳大利亞在 當時在台灣 就是戰俘裡 因為呢 這個日本攻打馬來亞的時候 馬來亞的英軍投降 英軍裡面的澳洲軍 這個就被抓到台灣的金瓜石 關在那邊 問題大家知道嗎 因為日本人覺得說 澳洲有金礦 所以澳洲軍的戰俘 比較會花金 這個就把他們放成冰 那個地方現在還有一些戰隊員的遺跡 那麼還有一些當時他們使用過的東西 這也是台灣的意思 這也是台灣的意思 所以呢 今天我們要紀念戰勝跟戰敗 紀念二次大戰 我覺得說 從這些整個方面來看 看說這塊土地上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 誰在這塊土地上 犧牲性命也好 受傷也好 我認為這一點 韓國做得比我們要好 比如說呢 這個最近在我臉 我最近用這個 在韓國 2002年6月 發生了第二次鹽亭島海戰 第二次鹽亭島海戰 第二次鹽亭島海戰呢 就是這個 北韓的巡洛艇 就是越過了北方分界線 結果呢 韓國海軍的一艘巡洛艇 就趕快過去 就是圈了 結果北韓突然開火 幾分鐘之內 韓國的巡洛艇就中彈 就喪失動力 有六個人陣亡 有六個人陣亡 包括庭長 包括副庭長 就兩個軍官四個士官面陣亡 然後巡洛艇受重傷 後來雙方交戰的結果就是 後來韓國方面把巡洛艇 受傷的巡洛艇拖回去 拖回去的過程因為 傷重了 巡洛艇的成功 韓國方面呢 把那條船打撈起來 成立在首爾的公園 成立在首爾的公園 上面斑斑的彈口 韓國有第一個牌子說 他中了幾八八十五公里的砲彈 幾八三十七公里的砲彈 幾八金黃鷹子彈 然後呢 有六個韓國海軍的官兵在上面陣亡 那麼基本上 誰在哪一個部位陣亡的 那個地方都有一面 比如說 這個艇長營湧駕駕駛上位 是在操作式直接陣亡 那個地方呢 就有那個血跡當時他做過的影子 然後呢 有一塊他的遺照 他的事跡就放在那裡 然後呢 在哪一個砲座 有哪一個水兵陣亡 就有他的遺照 他的英勇事跡就放在那裡 然後呢 那個 上面那個大家看到 單單單 大家就敬念說 他是在那個地方為大美國犧牲 然後呢 在那個船 就是被打撈起來的巡邏艇 的船 就是艦橋上 就是艇長座位 始終都放有一束鞋 然後 這個上面有六面 那個韓國人的武器 就大家有很紀念說 這個就是怎樣 就是為這個國家犧牲 這是什麼 這就是國主主義 然後呢 2009年6月 嚴明島海戰後七年 這個韓國國王部發開了一個記者會就說 尹少校回來 因為當天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型飛彈巡邏艇 開始在那個海運之前 所以那個當時就開了一個記者 就是說 尹少校繼續回來守護韓國台 然後呢 韓國建造了24艘新的巡邏艇 第一艘到第六艘 都是以那六個人陣亡的名字命名 就是用那六個陣亡的人名字命名 所以這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一個國家 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需要緬懷歷史 需要濟選失敗 而且呢 要有英雄的事蹟 英雄的護士 好 簡單報告這邊 謝謝大家 現在十點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不過我們下個禮 先 呃 因為咖啡館給我們鑰匙 所以 我們可以在這裡待到隔天早上 所以呢 然後歡迎大家繼續留在這邊跟大家聊 然後如果郭成兄還不累的話 也歡迎粉絲們去找他 然後私底下跟他道白 有沒有 也可以問他問一些問題 這樣非常歡迎 然後 下個禮拜五的持續星期五 我們要 談那個題目是何謂左派 請到法國的一個 哲學家叫 呃 他也提到 找到一個 呃 中山大學王之前的 老師 來發作對談 然後我們雖然是 這樣請到法國人 但是他會自備翻譯 所以 我們要跟他 以國與國之間的方式來對待 所以我們就講 我們自己的語言就可以了 非常歡迎大家來 下個禮拜見 好 謝謝